那首先可不可以邀請你先來給我們的那個塔拍照一下 跟 我說不能唸塔 講到塔大雕都很忌諱 還穿黑的 許主持人好 先來鞠躬 感謝你們 來參加我們 大家應該滿好奇 為什麼你會取名這個 輸不起這三個字 輸不起呢 因為這三個字 我曾經因為輸不起失足 今後呢 我就與輸不起為伍 這個其實當時呢 跟這個 在電視台發生的這個事件 其實大家 油然 在眼前 事情是發生的 就是我的錯 就是 重重說 他說 他 或許就是說這也是效果之一 重重說我的輸不起啊什麼的 那可能 講真的 這可能也是我的痛 我的點 那在當下我就說我自己的情緒控制不好 當時呢 因為 因為 有在網路啊 有人 說 哪個是因為輸不起才發脾氣的 其實不是 那網路一直 說輸不起 輸不起呢 到最後我想說 欸 這三個字 好像滿好用的 大家知道我喜歡做生意嘛 其實我註冊 就註冊 蠻多品牌的 我就把這輸不起三個字呢 就註冊起來 但是一直沒有用 也沒有找到機會用 其實半面的只是我們那個開頭 我們將來希望能夠把這輸不起三個字呢 能夠什麼 變成一個精神 我常講啊 輸不起有兩個面向 一個呢 就輸不起耍爛 不服輸的那種輸不起 就耍爛 另外一種呢 就是說 就跟我們slogan一樣 因為輸不起 所以要更好 所以要更好 我覺得我是一個勇於承擔 勇於認錯的人 那這是給我一個人生 很大的一個警惕 也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我想 人呢 只要勇於認錯 勇於承擔 勇於面對 我覺得人生呢 都是光明磊落的 大家說對嗎 對 那會想要送給蟲蟲哥吃嗎 其實 我跟你講 很多人說 你要不要記者會來講 我說我們不要再用這個去 藉由蟲蟲再來做這個文章 我覺得都不好 發生這個事情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人生很大的警惕 很大的教訓 所以就是謝謝他 還有這個品牌這樣 真的啊 真的很好啊 那我朋友說 乃哥 你說書不起 你知道唐聰聖做什麼嗎 他說